台铁台东关山镇到鹿野乡的路段 102年结完取值之后 留下了从鹿野月梅火车站到关山火车站的旧铁道 地方希望旧铁道能够活化 透过立委刘兆豪争取经费改建自行车道 串联众鼓景点 而刘兆豪和东莞处长洪东涛 在今天也特别前往了月梅车站会刊 承诺会保留车站的原始样貌 台铁关山镇至鹿野乡路段 102年结完取值后 留下鹿野月梅车站至关山车站 长3.8公里的旧铁道 地方希望旧铁道能够活化 透过立法委员刘兆豪争取经费改建自行车道 串联众鼓景点 刘兆豪与东莞处长洪东涛 5号一同到月梅车站会刊 也听取地方人士的意见 我们跟政公所还有我们在地的社区的好朋友 大家共同讨论之后 大家希望能够把它变成是一个自行车的步道 而且可以结合原本就非常有名气的 关山清水公园的自行车步道 能让这整个自行车的步道 能够范围再加以扩大 所以我们从104年之后 就结合这样的想法 然后向观光局来做争取 那终于在今天 在过程当中当然经过非常多的讨论 跟在地的居民大家非常多的讨论 大家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家乡 所以大家希望能够善用政府的资源 把旧有的铁路路廊 变成一个大家喜欢的一个运动休闲的设施 终于在去年大家仅如密鼓的讨论规划设计之后 总工程经费3600万 那在今天在完成设计之后 也顺利的来发包 这一次做的这个总长 大概是3.795公里 我们最主要我们所施做的 也才一个最容易施做 最容易维护的方式来处理 比如说在既有的铁道的这一个 路床之上 它是很稳固的 路床之上我们就先用这个点焊钢丝网 来做这个混凝土的铺射 混凝土的铺射层大概有15公分 但是因为一般的自行车在骑乘 它还是以那个薄油的面层为宜 所以我们在上面加铺一个5公分的 一个薄油的面层 方便骑乘速 工程于5号完成开标 董管处长也承诺 会尽量保持车站原貌 留下历史记忆 完工后将可以串联 越美车站周边景点 带给居民以及游客 一个舒适且能保览 送古美景的自行车道 记者廖婷娟 关山镇报道